柯文哲的部分呢 现在大家要来问问 声望蛮高的 是不是有机会 是不是2024要来布局 要启动了吗 柯文哲本人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不选才要宣布 要选的话是不需要宣布的 但是看到现在动作确实蛮多的 包含了挖角了政坛的战将 包含有谁呢 王彦均 谢立功 胡文琪 在这个人选的部分看起来 是兼顾了蓝绿的选民 但是大家要来问问呢 柯市长你是不是分手民进党了呢 什么时候分手的呢 他来说了 在前瞻之后就跟民进党分手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前瞻的部分 8400亿 但是民进党把它当成了一个外人 台北市只有分到21亿 所以他认为呢 现在根本是个强盗分赃 他认为说这个真的是 给台北市的预算太少了 同时也不满认知作战 他说民进党针对他 只要他的声望高 民调高就会一直打 包含先前像是侯友宜的部分 包含赖清德部分 还有在PPE上 就不断的不断的抹红他 有西瓜啦槟榔啦叉烧包等等 他是非常不满 绿营的认知作战 那现在他更是活力全开 针对疫苗的部分 他就回呛 他说民进党啊 每天搞我小心要公布总统府的疫苗账 到底谁打了民当都在他的手上 同时他也炮轰了就是纾困预算 根本就是乱花一通 台湾疫苗不够 民进党上下还猛攻特权疫苗 被绿营围剿的柯文哲大反击 金爆手中默有总统府的疫苗账 借用你的节目 恐吓一下民进党 因为每天 如果你要老是要搞这个题目 我跟你不要忘记 他有很多是挂在台北市政府的账 但是我连看都没看到 总统府几支什么的 那个都有账 我到时候我就把他做个表公布 柯文哲还踢爆绿营狂轰 85岁的连战打疫苗 背后恐怕是国家机器在操刀 我觉得那也不对 我觉得像连战或盯手中被抓 我都怀疑他们轻烦各自 因为健保资料不是看得到 不然他怎么知道 民进党编了8400亿纾困预算 柯文哲炮火全开 我们去年台北市政府也没有 2020没有为了疫情多什么 编什么预算 因为很多活动没有办嘛 把那个挪过来就好 所以那8400亿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跟民进党分手 就从那个前瞻计划开始 你跟民进党到底为什么分手 一群强盗在分账 当你没有分到钱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不是跟他们同一伙的 8400亿 台北市分到21亿 我说你看这个不要给我 柯文哲真的只是因为这样 跟民进党分手吗 你不是因为有其他的 政治利益冲突吗 现在在人民水深火热的时候 你还在继续乱花钱 某种程度上 就是在谋财害命而已 疫情紧绷 柯文哲的爆料 也为政坛埋下深水炸弹 继续黄明君临佩杰 台北采访报导 好 您看到台北市长 柯文哲呢 在昨天晚间接受中王董事长 赵少康的直播专访 刚刚也提到 他说自己是个局外人啊 针对是前瞻的部分分得这么少 所以呢 就跟民进党来分手了 另外还有呢 包含了政府抓假讯席的部分 他就说政府就是最大的假讯席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 他说以前党政军退出的媒体 是哪个政党所主张的 结果现在看到党政军 通通都是媒体 为什么呢 说从49台 他一路看到56台 连他自己都怀疑说 是不是共产党 他说他28家属 怎么是红的 因为不肯当义和团结果现在被搞认知作战 他觉得很悲哀 而且他说民进党就是最大的假讯席了 他说人是不会放弃成功模式的 如果这个方式能够赢得选举 那么一定会继续 所以他现在说当年大家辛辛苦苦推翻了国民党 但是没想到天哪 他说民进党现在是比国民党还要可怕 因为他认为说现在其实原来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声音 美国都在骂我 为什么几乎每个绿的台都在骂你 而且拼命的骂狠狠的骂 但是我另外又看到你民众党的民调就上来了 现在就紧追国民党的 所以你被这样骂 你是私心窃喜说来啊来骂 还是不喜欢 不会啊 我们不希望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 而且他造谣造得太过分了 我想你也是媒体人 那个每一个名嘴讲的话都一样 梗图都一样 这一天只有中央厨房做出来的 这有中央厨房的嘛 拜托这个 为什么那天就打那个 什么黄珊珊的烂截图嘛 黄珊珊就把说他整个烂截图全部公布了一对 问题公布也没有用啊 他就每一个名嘴讲的都已经设好了 人家都全部公开你不讲 就故意要讲那个设定 而且我看了几台 那个截图都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悲哀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以前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个政党的主张 结果现在 民进党对不对 现在党政军都掌控了 现在是党政军就是媒体 所以他现在 以前人家说西藏叫政教合一 他这个叫政媒合一 太过分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打你 是因为你声望高了吗 我以前民调最后一名他们都很放心 现在民调低了就不打了 就不打了 现在民调高了就开始打 就这样 反正 会不会越打越高了 不会啦 我跟你讲 天天讲坏话还是有效 2019我都看过啊 我本来在20到29岁 年轻人支持率70几% 每天 你看我后来在BTT 我的外号 檳榔啦 叉烧包啦 西瓜啦 反正每天这样骂 还是有效 檳榔就外面绿的里面红的 叉烧包外面白的里面红的 西瓜是外面绿的里面红 反正一定说里面红的 就是 檳榔叉烧包 西瓜 有效 妈妈妈妈妈 还是会掉 给你一个成绩 你里面到底是不是红的 我怎么会是红的 拜托我们厄巴家族 怎么会是红的 问题是我不肯当义和团啊 政府要抓假讯息嘛 但是政府自己搞就不抓了 他自己最大的假讯息 他还抓人家 没有啊 我觉得他们是这样 我也觉得这样 人喔 人不会放弃他 成功的模式 直到他下一次世代 他如果用这种方式 可以赢得选举 他一定乐此不疲嘛 没办法 所以 人喔 人不会放弃他 我也觉得他实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说 这种控制媒体的手法 他那种名嘴 老实讲 台湾媒体 搞成这个样子 我每次觉得 你说 你说 忧心还不是说 我们有点伤心 既忧心又担心又伤心 对啊 就很伤心啊 不好意思 假如说我们当年 辛辛苦苦推翻国民党 天哪 民进党比国民党还可怕 好 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料 是不是要公布呢 看到留言是很多人希望 邝文哲赶快来公布 握有总统府的账 好来细数一下 在这一回呢 对民进党多么不满 他说 在环南的记者会 自己是被设了一个局 还要来批批民进党疫苗 攸关性命 但是现在还在搞议事形态 到底谁能够来负责 甚至49台 看到56台 好 通通都是一样的声音 他说控制的媒体 比国民党还要可怕 也就是因为前瞻 像是强盗分赃一样 所以决定要分手 民进党 好我们来看到 非常的不满 不只是刚刚这些 甚至还有在3加11的决策 他也觉得让人想不透 没有会议记录 他说3加11违反科学 他猜 商串底下 没有一个人愿意签字 还有呢 在讨论预约系统的部分 唯独就是露的台北市吗 唐风有点尴尬 他说不为难 你是技术人员 不是搞政治的 回归到最后 还是政治的问题 还有呢 政府要坚持 要来研发国产疫苗 大国要赚钱 怎么会给小国EUA 拿到国际认证 打了也没用 还有他说呢 反正股票 炒股的部分 该赚都赚完了 以及让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满 首次对上海复兴公司 采购疫苗来表态 他说现在台北街头 到处都是Made in China 而执政党呢 现在就因为所谓的 大中华代理区为理由 所以 来不愿意向上海复兴 采购疫苗 他说都已经扯到性命了 还在说什么意识形态 真的很过分 我们带你来看 上海复兴那件事 我有意见 我们常常搞不好 一无拉起来Made in China 你现在如果是因为 大中华代理区用这个理由 拜托 我们台湾一年跟大陆 进口多少货品 那你为什么每一个都可以 这个特别不可以 意识形态 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太过头了 我觉得 而且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 你还坚持意识形态 我就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是台湾买不到疫苗 我实在是 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不是人家上海复兴都要曼你 其他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买不到 我为什么不知道 上海复兴那个是 人家都愿意卖你的 你就是一定要跟他 逗那个 大中华代理区 你要跟他逗这个 如果你要逗这一条 那台北市 你把台北市街头 所有的标签 Made in China全部拿掉 很多都是 代理制度 国际贸易很正常的一个制度 台湾很多的 都进口东西 都有代理商 你这个他代理商要服务 什么这很正常 你偏偏不干 然后陈时中今天又讲了 我们尊重代理制度 那你八个月以前干什么 我们早一点进口疫苗 当时现在台湾就不会这样 可能不会死这么多人 对不对 然后不屑抢成这样子吗 我真的不懂他们 我这点真的是 我要理解 中选会定在8月28号投票 那3Q领先人今天来到中选会 递了这个 递件要提出诉求 要求要审慎来投票日期 好来看到面对这陈柏维各种荒唐途径 这领先杨文云就说了 真的是庆祝难说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以中央选委会这边为主 然后我们也很积极的在配合 那至于说公投跟罢免的时间 我们还是以中央选委会的为主 但是今天阿文带着我们所有百姓的 期望跟心声 上来跟主委们及副主委们 以及我们中央选委会全体的委员 表达我们的心声 请他们为人民忍耐 为人民忍耐 审慎的考量 考虑疫情的发展 审慎的决定罢免投票的日期 现在的疫情 我们的疫苗施打普及率 这么不普遍 所以百姓还是会担心 但是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所以不应该以任何 硬性或柔性的方式剥夺 所以在此还是希望我们的 中央选委会要慎重 要为人民忍耐 为人民忍耐 第一个他的诚信跟他的作为 他答应选民的 他承诺的证件 大家之前我也讲了很多了 中火停机一天 然后雾风买房等等 真的是庆祝难输 那第二个部分 他的选区不作为 他全国各地广开服务处 可是台中百姓的需求呢 在我们即将成为台湾全世界最大的蓝莓厂 他对我们做了什么 他又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 当我们在五月份两次停电 他又对我们做了什么 那以及我们缺水的时候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最重要现在疫情当前 我们需要疫苗的时候 他又做了什么